参考消息 2016年大选期间,他按照一名公职竞选人,指示并与其合作,向公众隐瞒信息影响总统选举,虽未提及特朗普名字,但实质指称他按照特朗普指示,向两名女性支付封口费一事。 此案定于12月12日判决,科亨因主动认罪,刑期可能减至3至5年,就在同一天,特朗普前竞选团队负责人马纳福特,被判八项税务和银行涨期罪名成立,涉及金额约1600万美元,最高刑期可能达80年。 次日,马纳福特律师以一名陪审员品行不端,唯有要求判定审判无效,下月马纳福特还将在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受审,或不担行。 特朗普基金会再次被查税,22日,及科亨认罪次日,纽约州州政府就特朗普基金会税务问题,向科亨发出传票,并索要与特朗普基金会相关的个人和企业税务文件。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克莫一直在推动调查特朗普基金会有无违法税法,纽约时报说,万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也在调查特朗普基金会。 今年6月,纽约州检察长向特朗普基金会提起民事诉讼,指控其违反竞选资金法、自行交易和与特朗普竞选团队非法合作。 但纽约州检察长并未提起刑事指控,特朗普基金会于1987年成立特朗普人基金会总裁。 根据基金会2016年纳税报表,当年拥有资产约100万美元。 2017年1月,特朗普再入主白宫后,谢许基金会总裁职务。 23日,在2016年大选,中率先支持特朗普,并参与支付封口费的国民问询。 杂志首席执行官获得检方设免许可,据美媒披露,他告诉检方,特朗普事先窒息支付封口费一事。 麻烦缠身,仍投入选战事发后,特朗普和白宫发言人对此接连作出回应。 特朗普强调,玛纳福特被定罪不涉及我,称赞玛纳福特勇敢,不排除对他进行特赦的可能性,同时继续攻击米勒调查是被操纵的猎屋行动,是对他的政治迫害。 只因他害希拉里和民主党输掉选举,特朗普将反制重点放在削弱科亨证词重要性和可信度上面,他指责科亨撒谎,为达成认罪协议而编造故事,否认给科亨下达支付封口费指示,趁自己指示时候得知,特朗普始终强调自己是自掏腰包支付封口费,没有犯罪。 科亨所认为反竞选财务法的指控也不是犯罪,并指责奥巴马违反竞选财务法情形更严重。 此外,特朗普还再度公开强烈批评司法部长塞申斯,指责他对司法部失控。 对此,塞申斯罕见发表声明回应,趁不会让政治考虑对司法部造成不当影响。 国会共和党大老格雷厄姆则预测,中期选举后,特朗普有很大可能解除塞申斯职务,虽然麻烦缠身,但特朗普依然继续投入选战,参加中期选举造势活动,或面临弹劾。 米勒调查民意高涨与此同时,多数共和党领导人和重要国会议员,却违避对此直接表态,一些共和党国会重要人物呼吁特朗普不要特赦马纳福特,并要求共和党竞选人针对中期选举及早制定应对策略。 另一边乡,参议院民主党则要求推迟对特朗普提名的第二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听证任命,并把抨击腐败的共和党,作为中期选举的策略之一。 不过,民主党对于打特朗普牌持谨慎态度,民主党领导层对弹劾特朗普问题保持沉默,对中期选举中,是否打弹劾牌,谨慎观望。 此前,据美国媒体报道,民主党领导层倾向,于中期选举中部打弹合牌,以争取温和和独立选民,但鉴于左翼竞选人在多个选区获得预选胜利,民主党决定不制定统一的全国性中期选举战略,而由竞选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竞选策略。 从预选情况看,众多民主党左翼竞选人,可能会放弃争取中间选民,使用弹劾牌吸引铁杆民主党选民参与投票。 而从美国法律界人士的表态来看,法律界对特朗普支付封口,费是否构成犯罪存在分歧,仅仅支付封口费一事,恐怕远不足以对特朗普构成弹劾威胁。 即便如此,这两起事件对米勒调查的影响却显而易见,23日发布的民调显示,马纳福特定罪和科亨认罪后,米勒调查的民意支持率增加了11个百分点。 感谢观看!